好的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第六集的全面抗议双鸣热播 我们今天的主题518国会 只开史上最短国会 你怎么说 大家都知道 明天我们就迎来我们史上 马来西亚史上历史最短的这个国会 从原本的五个星期缩短到剩一天 而到最近的消息呢 只有一个小时 就是说到了元首遇词之后呢 国会就暂缓 不会有任何的这个议程 也不会有任何这个动议被提成 那我们今天呢 就其实我们今天已经跟可敏已经连线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马上请可敏出来 让大家跟大家剖析一下 到底明天518国会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的可敏 来跟我们各位朋友打声招呼 谢谢主持人哲敏 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518国会前夕 那么万众鼠目的国会呢 原本的重头戏呢 就是由二月后门上台的这个国门政府 是否呢将在这个国会 获得这个多大多数的支持 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议程 就是呢 首相政府亲自要求把整个国会缩短成为 从一天变成一个小时 所以按照政府定下的这个议程 明天国会呢 早上10点准时 由最高元首开幕 那么他的议程只有呢 一开始是祈祷 过后呢就由最高元首发表施政预词 之过后就宣布直接休会 这就是明天 史上最短的国会的这个议程 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好的 可敏 那我们大家都非常注意这个议程式的国会 因为这一次的国会呢 是马来西亚史上第一次最高元首 委任了慕尤丁成为政府以后呢 他还没有在国会试看他这个大多数 因为根据我们的马来西亚宪法 元首有这个责任 委任一个能在国会得到大多数支持的 国会员成为首相 那当他成为首相以后呢 他应该在第一时间就到国会里面呢 确认他能够得到大多数国会员的支持 这是在宪法里面 那当然在今天518国会我们知道 他是没有通过这个信任动议的 那么这样子的做法呢 只有一个小时的国会 符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宪法 OK 这个明天的国会呢 我们从三个层面来分析 到底他是否符合我们联邦宪法的这个规定 那么当然第一我们先看回宪法 宪法是马来西亚最高的法律 那么宪法规定呢 国会必须在不超过六个月的期限内 必须召开会议 一旦国会六个月内没有开会 那么就会自动解散 引来还政于民 引来全国大选 那么这个是宪法所规定的 那么宪法呢 有没有规定说整个议程呢 我们就要看回国会的第二个层面 就是国会的议会常规 议会常规呢 是掌管整个国会的这个程序的这个宝典 那么议会常规第十四条呢 要清楚规定 原本的这个议程呢 一干照过去的惯例 就必须由援手发表实证预词 然后开幕 开幕过后呢 就由这个开放给朝野议员之间进行辩论 那么过后政府还要再动议 然后投票通过 那么可是明天的议程 却是一个非比寻常的这个做法 就完全没有辩论 没有提问 也其他的报这个媒体 除了这个RTM和马兴盛 其他媒体也不被容许来采访这个国会 所以那么这个是第二个层面 原本呢 按照议会常规 如果政府要修改这个议程 就必须呢 由一个部长在议会里面动议 然后呢 由国会本身来决定 是否可以修改议会的议程 那么这就变成了 法律上呈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明天的议 这个整个国会呢 是否合法 这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因为没有一个部长会站起来 提出动议要求修改这个议程 就直接宣布修会 所以这变成了一个很大的这个疑问 那么第三 我们第三个层面呢 就看回过去呢 国会的这个传统 无论是根据共和联邦国会的传统 Parlament Convention 这一点很重要 那么过去呢 这个议会传统最重要就是 国会的整个问证功能 不要忘记 国会是马来西亚 最高的立法机构 它除了呢 是立法机构 制定法律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要监督制衡行政权力 确保呢 当政者 无论是国盟西盟 都不可以黑箱作业 自守则天 为所欲为 所以国会呢 判免着 这个确保政府是公平透明 负责任的施政 国会判免着一个不可替代的这个角色 所以呢 按照原本的这一个国会传统 和国会的这个立法精神 是应该要有这个全部的这个议程 可是我们今天都已经知道 它不会有 所以呢 它是否合法 我本身作为这个副议长 我先强调 所发表的原论 我是以超然的 超越政党政治的这个立场来发表 我只是摆事实讲道理 那么是否呢 合法 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律师 把这个明天的国会带上吉隆坡高庭 那么我觉得 竟然记录这个司法程序 就由这个法庭去做出最后的裁决 好的 柯明 那常语来说 假如这个国会的合法性受质疑 那对于整个立法制度 常语呢 上来说有什么冲击呢 OK 那么我们如果看 如果今天的法 这个我们先看 目前已经有人上法庭去起诉 这个政府和议长 说明天的国会不合法 那么我们大家看 如果法庭宣判 这个国会 明天的国会不合法 而国会又在 最后的期限 也就是 6月5号之前 没有开 自动解散 对 那么大家都知道 它最严重的后果就是 国会就自动解散 引来第15届全国大选 这个是根据 这个法案 但是如果法庭宣判 说明天的这个国会合法呢 另外一个说法是说 那么政府呢 担政者又可以多6个月的时间 但是从整个我们总结来看 就是看到的就是说 明天的国会呢 基本上是 礼仪上 表面上呢 符合这个程序 就是在6个月内 来召开 但是它的实质内容 却不符合 宪法和这个立法精神 也违背了 国会的这个传统 法律人的批评 这是我的这个结论 好的 柯明 那前天哦 新收入报头条 就有一个非常轰动的新闻 一亿岛目动义被接纳有关 下一月秘书革职 那我们看到呢 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三权分立 已经被有所冲击 因为原本这个施政跟这个立法 应该是互相监督 互相制衡的 那对这一点 柯明觉得下一月秘书被革职 有没有符合我们整个国会操作的程序呢 好 那么这个的确 下一月秘书Ridwan Rahmat呢 在即刻被革职降级 的确在整个国 全国引起了这个震惊 首先我先向大家解释一下 原本马来西亚是属于三权分立的国家 可是在1992年的时候 当时的国阵政府却废除了 这个1962年的国会法令 使到国会自我矮化 附属于行政 也就是说 它是附属于首相署之下的一个机构 所以在2018年改朝换代政党轮替之后 西门当时的其中一个重大的改革 就是要重新推出2020年国会服务法令 恢复国会自主 让三权分立 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 能够彰显在马来西亚 可惜的就是说 好话不常在 好话不常在 好景不常在 在这个执政22个月 22个月当这个立法程序进入最后阶段 在等待内阁通过提成 原本今年3月提成国会的时候 来不及恢复这个国会服务法令 那么使到到今天为止 国会还是附属于首相署 所以变成国家出现了一个很怪异的现象 虽然说三权分立 可是在国会竟然有一个 掌管国会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过去是刘伟强 现在是Daki Yudin 这个其实是不符合三权分立 应该有的这个精神 那么讲话说回头 就是说由于这个改革 胎死物中尚未成功 因此就变成目前为止 国会的职员还不是属于国会 反而是属于JPA 就是公共服务委员会 所以呢 政府就在这个 以迅雷不及焉耳的速度 在完全没有人可以想到的情况之下 在国会开会前夕 突然间把国会下议院秘书 突然间各自 那么也必须向观众朋友 解释的就是 其实国会下议院秘书 Setya Ushar Dewan Raya SUTR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 因为他是国会事务行政的第一把手 而且我们刚刚才送走了 马来西亚历史上 在任内服务最久的国会秘书 就是刚刚退休的 Dr. Rosmin 他在国会担任了11年的秘书 那么才换上这个Ridwan Rahman Ridwan Rahman很可惜的 只任职了不到三个月 刚刚送走任期最长的国会秘书 却引来了任期最短的最短命的这个国会秘书 那么他被割职和降级 却没有看到政府给任何公开声明和理由 就是在星期三那个会议开会 星期三晚上他直接被割职 第二天早上新的这个秘书就来上班 那么这一点观众朋友 全国人民都会问 这样的做法其实符合我们的法律要求 和符合宪法精神 这一点我们必须向大家解释 马来西亚宪法第652条文规定 国会秘书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 他是立法机构行政的第一把手 那么其实原本要开除他 一定也要根据这个司法程序 而不是这样子不到24小时 直接把它调走 所以这一点其实 我所看到的就是 因为国会秘书在国会开会前夕 突然间被割职 的确大大的影响了全体国会职员的士气 使到这个全体国会职员的士气低落 这一点情况其实的确可以 必须要获得这个改善和改进 因为无论什么样的这个调制都好 除非Vituan Rahmat政府有发现 他的确有不当的行为 那么才应该调走 如果呢 你完全给不出任何和情 合理合法的理由 就把这个位高权重的国会秘书调走 事实上其实真的不但打击 这个国会行政的这个士气 也呢 其实立下了一个非常坏的这个典范 因为会在国会职员的心中 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摆设恐怖 这些事以后呢 所有的国会职员 将来呢 很多人都不敢能够无畏无私 without fear or favor 去执行他们的任务 反而呢 会失去了免于恐惧的自由 也变成了活在这个摆设恐怖的阴影之下 每个官员将来呢 如果政府有这个自首遮天的行为 变成公务员也不敢呢 立成其非 这样的情况将事实上呢 对整个国家都不是一个好现象 任何一个健康的这个民主制度 都必须要有一套健全的监督 监督与制衡的这个制度 这样呢 整个政府的行政才能够确保他们呢 根据法律 良好施政 good governance 来 好的革命 那除了这个国会现在符不符合这个宪法要求 很多人很多观众朋友都非常在意的就是 到底明天呢 国盟跟西盟的双方的支持率到底有多少 而今天呢 我们又听到一个最新的消息 有我们的卫生总监弄会上说 我们有两名国会员 虽然他的那个确诊报告是 没有确诊的是negative 不确诊 但是因为由于他们跟确诊这个病患有亲密接触 所以他们是不被允许出席国会 那这就引申了一些法律问题 那国会员能不能因为这个COVID-19 不被到国会呢 而假如这两位国会员不被允许到国会的话 又会如何影响国门跟西盟国会员的这个支持率 首先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呢 关心的其中也就是 国会员如果超过六个月不出席这个议会 他们的议席会否显空引来再次引来补选 那么首先我向大家告诉大家的就是 沙劳越的这个Sariqai国会员黄林彪 由于不幸的患上新冠肺炎 其实他已经在这个行管期间里面已经入院 目前呢 在逐渐慢慢的在康复的过程当中 所以他有向下院议长 Dansui Arif申请假期 而且他的假期已经获得批准 所以呢 这个有获得议长批准的这个议员 即使他没有无法出席国会 也不会议席不会显空 也不必补选 这是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那么这个整个这个国会呢 你说西盟和这个国门之间呢 我只是可以告诉你 根据这个座位的安排 这个200 马来西亚有222个国会议员 根据国会的这个朝野之间 这个席位的这个安排呢 目前的紙面上 排面上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 这个西门总共拥有 支持西门的有109票 表排面上支持国门的有113票 所以来回其实就只差两票 这个是排面上而已 那么事实上呢 排面下呢 这个真正的情况 到议员投票 是否根据他的这个座位呢 来投给在野党 或者是投给这个在朝的 没有人可以写保单 因为政治据势 分分钟都会有改变 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个议会 国会开这个 这个开始上最短的国会 让人呢 觉得说整个政局非常的不稳定 也传达了政府本身没有信心 在国会获得这个多数议席 所以你问我 到底国门跟这个西门之间呢 排面上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排底下我们不知道 真的没有人知道 真正的这个排面下呢 到底投票会如何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 目前朝野双方可以说是 实力旗鼓相当 不相破冲 这个是肯定的一点 那么明天那么很多人说关注 会不会有这个突然间杀出陈咬金 突然间议长宣布投票 给这个首相慕尤丁一个金 当然不是喜啦 一个金 那么会不会呢 那么我告诉大家情况 大家放心 明天的情况 由于我相信 我个人相信 朝野双方为了表示 对最高元首 苏丹阿卜杜拉的尊重呢 不会有这个不信任的这个动议 不过对于这个 希望看到有不信任动议的呢 我也必须向大家交代 就是我国会下院议长 丹斯利·摩哈马·阿里夫 之前已经史无前例的批准 批准这个不信任动议 所以他将会在7月的会期内 继续的纳入下一期 不是下一届 下一期 国会的这个议程表 那么到时候会不会拿出来表决 我只可以告诉大家 四个字 拭目以待而已 好的 那关于那两名国会议员呢 不被允许出席国会 那到底这个从宪法上 他们卫生部有没有这样子的权利 就是说虽然你是没有确诊 但是因为由于我们不要影响到其他国会议员 那我不允许你出席 那在这法律程序上 会不会有争议 基本上我刚才已经说明了 其实卫生部在这一方面是没有这一方面的权限 这一方面的权限是属于议长的这个权利 那么关键在于议长是否批准这两个国会议员拿这个假期 如果议长已经批准这个课题就不存在 如果议长不批准他们的假期 他们就很可能议席会被咸空 进而制造补选 但是我刚才已经解释了 议长呢 我们身为议长 凡事处事一定是超然 地位超然 然后专业公平的处理 这么这两个国会议员 如果的确是像卫生部所说的 是因为患上新冠肺炎 这个有合理的理由 议长肯定会批准他们的假期 而不会故意去刁难他 不管他是来自国盟或者是来自西盟 我们都是一视同仁的这个对待 因为作为议长 我们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这个工作 就是维护立法机构的公信力 立法机构的威信 这一点是我们对我们自我的这个期许 所以大家绝对可以放心 好的 好的 谢谢科敏 各位朋友 我们现在在这个线上呢 我们有做一个网上的这个投票 518这个国会呢 只开一小时 你认为合理吗 那你可以点击这个下面的这个投票 那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 我们等一下节目的最尾声呢 我会把这个这个结果公布给大家知道 好的科敏 除了明天的国会哦我们也看看我们星期二所召开的霹雳州议会哦 霹雳州议会呢 我们的前霹雳州议长的尼可汉呢 就报警说我们整个这个霹雳州的这个州议会的被操控 第一这个州政府首先不允许所有的媒体进到这个州议会报导 第二所有的这个网上直播都被中断 就是说我们当时候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是外面是没有人知道的 当然除了我们有一些议员呢在里面做直播 使到外面可以接收到我们的讯息 第三 整个议长的麦克风制度 整个议会的麦克风制度也被篡改了 因为通常在整个州议会整个麦克风制度必须是由议长来操控 他允许哪一个议员发言 这个也被操控 第四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黑衣人士 不明人士突然间闯入州议会 要把这个议长送走 然后呢周大臣呢就趁这个时候呢 马上提出这个不信任动议 要把这个议长撤走了 那关于这种种的发生哦 可民觉得有没有可能明天国会也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好那么我先点评一下 之前的这个霹雳州州议会 之前的霹雳州州议会呢 是史无前例的三部州议会 什么叫三部州议会呢 就是不准问 不准采访 不准回答 什么都不可以 这个就是一种只是为了符合宪法规定六个月期限 所召行事化的这个所召开的这个州议会 那么它整个程序方面呢 从这个开除议长 好的我先把这个可民的这个接上 应该是因为可民今天已经到了这个吉隆坡 要准备为明天的这个国会召开 那我先大概跟大家解释一下哦 我们上个星期二霹雳州议会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当时候呢根据我们的议程呢 这个苏丹遇辞以后呢 就是轮到我们的这个可汉议长做出一个宣布 这个是在议程里面的 而做出宣布过后呢就只有休会 而当时议长呢是准备做出宣布辞职 他自行辞职 但是呢在议长还未做出宣布之前呢 整个这个麦克风制度就被周务大臣 就说他议长的这个麦克风就被关掉 然后周务大臣就趁这个时候 马上读出这个测换议长的动议 然后呢他们就自行决定 他们当时候有35名这个议员 政府的议员32名加上3名的这个独立议员 他们就决定要把议长测出了 但是当然这个是不符合这个议会常规的 因为当然你要测换议长什么 你要投票表决 必须不要把议 OK我们必须投票表决 但是当时候呢他们就自行决定 你声量声浪表决 当然你要投票表决或声浪表决 这些都必须是议长决定的 但是当时候他们就说 我这个议长已经是被革职了 他就突然间 我们就看到议会里面出现了 最少16到20名黑衣 穿黑衣的这个大汉 穿黑衣的大汉 就闯进来要把我们的议长送走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在野党的这个西蒙的这个议员呢 我们就群起反对哦 因为这是根本不符合议会常规 那到了最后呢 我们就决定 我们就跟对方商量妥协 让议长做出他应该有的宣布 那当然在议长宣布辞职以后呢 照议会常规来说 当议长没有在的时候 整个这个议会就自动翻过了 议长就宣布把这个议会修会 为什么呢 因为已经没有议长了 你要选新的议长 你必须做出7天的通知 而不是当有议长的时候 你提出一个新的议长人选 那当议会这个议长的这个职位悬空以后呢 不管是国门或者西门都有权力提出 这个议长的候选人 那应该是轮到下一次的这个州议会 我们再来投票表决 那这样呢才是比较符合整个议会常规 整个法律的这个要求的 好我们来试试看跟可敏连线 他现在线上有点还没有在线上 好的 试试看打一打给可敏 好各位朋友除此之外呢 当然那一天除了是换了议长 我们过后检查了这个 喂可敏 你OK你连线了好了 你Skype那边给我 直到我打回给你 OK谢谢 好的各位朋友 因为这个网络有点问题哦 所以可敏今天啊那边接不上 好那我再告诉大家 各位朋友 那天除了是在州议会换了议长以后呢 其实国门政府还发出了五 接近五个动议哦 就是说把所有我们这个州议会的这个委员会 包括州议会的这个公占会主席 公占会的这个成员都撤换了 而这个是我们过后呢 是上网看了这个整个州议会的这个 Hanson 州议会的这个会议记录 我们才发现了 因为当然我们也没有收到通知 因为当时候我们觉得 议长已经宣布辞职了 整个议会就已经被修会了 我们就已经离开了 所以当时候他们里面就自己做show哦 国门的议员就自己提出他们自己的这个动议 然后自己复议哦 把所有的这个委员会都都改哦 我们的这个工占会委员会 我们的这个啊 哈兰克威娃山 我们的这个啊 Day1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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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这些都撤换 所以这一些呢 其实都是在不符合议会常规底下 所进行的动议 那我们西蒙呢 我们可能会在下一次的这个州议会 我们会抗议 抗议这个议长 好 革命现在已经在了 我们先跟革命连线看看 嗨 嗨 好的革命 欢迎回来 是是是 刚才线路有问题 对对对 我又回来了 一条一条啊 一下子 不好意思 好的 那我们刚刚是是提到霹雳州议会哦 我刚刚也跟朋友提到 我们当天霹雳州议会哦 除了是撤换了议长动议 那我们西蒙政府就离开了以后 其实国门政府也提了个五项动议 把所有州议会的这个委员会都换掉了 那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 到底我们应不应该承认这些所撤换的委员会 好 那么我刚才所说的就是说 你整个霹雳州刚才的呃 立法议会的情况来看 我的结论就是 他的这个整个过程是非法的 理由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根据霹雳州的宪法 以及议会常规 只有在议长去世 或者是议长 这个空有出现空位呢 州议会才可以重选议长 当天所发生的是 原认州议长呢 达多尼可汉 他是宣布辞职 辞职过后呢 他就宣布霹雳州州议会修会 修会为什么呢 是要让这个州议会的秘书符合议会常规 就是呢你必须至少给朝野议员之间至少最少七天的通知 让朝野议员 59个州议员来这个提名 然后来选新的议长 可是在整个程序方面 国盟确是 也就是说 被非常不合情理的野蛮手段 在议长宣布已经修会之后 这个情况跟马六甲其实很相像 就是其实州议会已经修会 然后国盟呢就自己开自己的抽议会 这个其实的确是一种不符合法律完全非法的这个情况 这个是母庸质疑的 所以因此呢 更严重的是 他其实已经触犯了这个刑事法典 是一种不只是非法 是一种犯法的行为 因为呢 这种是等于是公开偷窃民主 公开打抢 就是说把议长开除了之后 议长宣布修会 你就是自己跑去开会 我就打个比方 比如明天早上 我们国会呢 最高元首 这个施政御史啊 施政过 发表过后 议长就宣布修会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议长宣布修会过后 母庸定自己跑去旁边 又再召开另一次自己的国会 然后自己选自己当首相 那么 你认为这种情况合法吗 那肯定是非法的 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 马六甲和霹雳州 两个州议会的议长 干照呢 这个议会常规和州宣法 都是属于非法的 而且强硬召开州议会 也是一种犯法的行为 所以不止非法 还是犯法 这就是双重的这个 最佳一等的这种做法 是非常要不得的行为 我们无论如何 其实朝野之间 无论输赢 最重要的 你就是必须 根据 宣法 因为 马来西亚的国家 五大原则 就是尊重法治 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不管法治 谁的拳头大 谁就有道理 那跟这个流氓 社会是完全没有两样 这种情况 我们拍开所有的政治立场 无论朝野都不应该去支持 这种流氓和野蛮不讲理的行为 来 好的 革命 除了霹雳州 最近这最轰盾的新闻 就是我们击打州西蒙 就是西蒙加 这个土团党的另外一个派系 马哈迪的这个穆克里的派系 刚刚也宣布倒台了 那针对这一点 穆克里今天就指控 整个幕后操盘黑手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前首相纳吉 而我们也听到 最近这个涉及 这个纳吉的记者的这个消息 也被法庭宣布假释 他没有说无罪释放 假释 那针对这一点 这一些事件 种种的事件发生 可敏觉得有什么回应吗 那么你这问题有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说 穆克里指控 纳吉是他倒台的幕后黑手 这一点我不予置评 因为我没有证据 但是呢 我倒是觉得 可以向穆克里 这个其他所有的 这个朝野的这个政府呢 都禁言的就是 为了维护马来西亚民主议会的完整性 我们应该在最短的时间 好的各位朋友 我觉得今天的网络 可能有点问题哦 所以我们稍后的 再跟这个革命再次连线哦 那今天这个穆克里呢 他其实就是在记者会指控呢 这个幕后操盘黑手是纳吉 当然纳吉就指控要求 他提出证据 当然这个都只是指上谈兵啊 那当然最后真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那应该是交由穆克里跟这个 跟这个纳吉 他们再次做出这个回应哦 但是我们 大家都很关注的一点呢 就是纳吉的这个继续 在西蒙政府执政的时候呢 就被提控上庭 但是呢 在突然间 三天前却被法庭宣布假释 不等于无罪释放 但是假释 当然我们的这个前总查 前总警察长 A.G. Tommy Thomas就跳出来说 他没有不曾同意 啊 跟这个Risa Aziz谈判这个Plea bargain 就是说跟他谈判 让他假释 而这个 这个 这个声明呢 却被反弹会反驳 这个反弹会呢 就说 这个是前总警察长 Tommy Thomas 所做出的这个 这个宣布 而我们也看到这个 The H财经时报 就看到这个 这个报道 Tommy Thomas呢 就说 I'm terribly disappointed that the MACC had to make this false statement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 我们的前总 前总警察长 Tommy Thomas呢 指控这个 大马反弹务委员会 做出一个虚假的声明 false statement 他说 他不曾同意 让这个 纳吉的记者假释 那到底谁是谁非呢 那我们当然 我们看Tommy Thomas 说他不曾同意 而反弹务委员会 只是说 他那个时候做的 当然 整个 整个事件演变出来 我相信观众自己会评理哦 观众自己会评理 当然我们 要看到的是 观众朋友要看到的是 西门上台以后 我们自力打探 而国门政府上台以后呢 虽然 好的 革命已经好了 我们现在再次跟革命连线了 你那边的那个video还没有开 好有了有了有了 不好意思真的 我们对这个归宿的网路 我非常感到抱歉 好 来看一下我们谈到哪里 好 谈到那个 那级的既旨假释 不是 我敢讲到说 Mukris倒台的对 我就趁这个机会很 告诉大家就是说 为了维护马来西亚议会的完整性 我怕断线 所以要讲的快一点 就是我们 维护我们 民主制度 一人一票的 神圣这个 神圣的一票的制度 朝野双方必须尽快的去 修改宪法 然后快点制定反跳槽法令 否则的话呢 如果任何人将来啊 我们要避免政治青蛙 遗臭万年的政治青蛙呢 出卖选民啊 嫁这个议席 以致肥啊 这种情况 一定要尽快的去通知 通过这个反跳槽法令 那么呢 由于上次季兰丹通过的时候 这一个国阵 把这个季兰丹政土 起诉到联邦法院 那么就现 联邦法院说 这个是违背了 这个宪法的 第十条文说 自由建设权利等等 我觉得这种情况 其实已经不合时宜了 为了维护民主制度 必须要修改宪法 而可能你会问说 现在国会都没有三分之二 但是朝野之间可以拍开 旗舰不是没有先例 我们今年呢 这个西门就成功的 修改宪法 规定投票年龄 降低到十八岁以下 那个时候 也是获得朝野之间 共同合手 携手合作 我觉得呢 制定反跳槽法令 是符合朝野之间的 共同利益 更重要的 它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呢 置于政党利益之上 否则将来呢 投票也没有用 因为投票过后 议员可以跳槽 这是非常要不得的行为 所以呢 制定反跳槽法令 是我给Mukris的 这个一点忠告 希望朝野都能够 携手合作 那么第二呢 关于这个 纳吉的记者 我看到这个情况 其实是非常的有趣 然后我也在跟进 看到呢 这个前首相敦马的 这个言论 其实非常的 这个生动 他有一个比喻说 今天我去偷了十亿 明天归还 租了一两萝莉 把五亿的钱还回来 剩了一半 占为己有 就可以被释放 这样子 逍遥法外 这种情况 非常的不 是否和情理呢 我也因为打个比方 明天 哲敏去打抢银行 抢了一百万 被警察抓到 归还五十万 然后 他就可以没有 无罪释放 这种可以就 获得假释 这种情况 我觉得任何 有这个 基本这个 法律常识的人呢 都觉得说 这种情况 非常的 不和情理 更我们更加担心的是 一旦这个 开了先例 那么下来呢 一大堆排队 上法庭的 这个前朝领袖 会否也像 Lisa Agis一样 可以 把这个 到窃取的 国家财富 一部分 占为己有 一部分 归还 就可以逍遥法外 将来啊 我们反而给 下了一个非常 非常 要不得的先例 将来的小偷 还会说 要偷就偷大的 要抢就抢大的 这个 我觉得说 无论是 总检察署 还是反贪污委员会 都必须 给人民 一个交代 因为 总检察署 是法律的 这个 回护者 反贪污 委员会 会更加是大马呢 这个 连政的守护者 如果连这两个机构的 连政都被 典当 这就是 整个国家的灾难 这一点 我觉得 这个 总检察署和 反贪委员会 必须给人民 一个清楚的 这个交代 因为我看到 整个案情 RISA本身 如果说 他会把钱 愿意 交还一部分 换一句话说 其实 他们忘记的 就是说 他承认 他有偷这笔钱 如果你没有承认 偷这笔钱 你干嘛还钱 对吗 你去还钱 为什么不还全部 而且还了钱 就不用坐牢 将来呢 我都说了 无论是小偷 还是强盗 各个都可以 有样学样 然后 还可以根据 这个向法庭申请 那么 不要忘记啊 我们巴来西亚的 宪法规定 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到时他们都可以说 为什么RISA可以 我不可以 这一句问出来 我看连法官都哑口无言 所以为了捍卫 司法的完整性 为了确保 这个 任何人犯法 都应该获得 这个平等的对待 这一点 我觉得说 总检察署 应该重新检讨 假设 纳基的 这个儿子的 这个案件 如果 根据这个 司法公正的原则 重新提供 RISA 我这样子提 其实是很公道的 因为任何人都是清白的 直到他被证明有罪 那么 总检察署可以提供 RISA可以去法庭辩护 那么就交给法官 去做最后的判决 他是否真的有罪 是否真的有偷着 12亿5000万 是否有涉及 洗黑钱 高达12亿5000万 不是由总检察署去决定 也不是由反逃委会去决定 就由独立的司法去决定 这个是百事实讲道理的说法 来 好的 柯明 对于这个案件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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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新闻 这个前总警察长 Tommy Thomas 就说 这是 The H 这个 八导 I'm terribly disappointed that the MACC had to make this false statement 这是对于整个大马反弹会 反弹委员会呢 做出指控说 这整个 Plebargan的这个 程序呢 是在 Tommy Thomas 当总警察长的时候 所做出的 而这 针对 这样的指控呢 Tommy Thomas 就全盘否认了 但是对这一点 柯明觉得 对于整个 我觉得这一点方面 其实我们看时间点啊 我是倾向于相信 这个Tommy Thomas 前任总检察长 因为他在 2月28号已经辞职 那么这个案件 是5月14号 过了两三个 差不多两个月半以后 那么 你大家想想看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更何况呢 他是已经辞职的 总检察长 大家认为 总检察署 会去听命于一个 已经辞职退休的 总检察长的命令吗 这个化工仔 不必化出场 我相信大家都 心知笃明 所以我刚才说了 连这个反汤委员会 和总检察署 如果要回护 他的这个公信力呢 其实最好的做法 就很简单 就是取消之前的假释 重新录禀法庭 那么就可以让司法来决定 我们也没有说 谁对谁错 那么就极限 我站在中间的立场 完全公正的立场 就是我觉得说 提供的一方 他可以提供 那么就由这个辩护的 去帮他辩护 最后让独立的司法 各位朋友 今天网络的这个 确实有点问题 柯明那边 那柯明刚才是提到 我们应该 总检察长呢 应该重新入禀这个法庭呢 让这个司法程序走下去 让法庭判断到底这个Risa Aziz到底是有没有偷这一笔钱 应该是这样子哦 所以整个这个司法程序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国门政府上台以后呢 这一些 所有涉及这个大型的这个贪污案件 从这个 纳吉的记者Risa Aziz 做一个开端 都通通开始被法庭假释 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呢 接下来 涉及非常大型的这些贪污的这些领袖呢 有没有可能一个一个获得假释 而这一些 也是非常多的这个民众呢 非常担心的 因为当然之前他们都说啊 他们会在法庭上啊 抗议啊 法庭上提出辩护 证明他们的清白 但是在国门政府上台以后呢 我们看到这些涉及大型的这个贪污领袖哦 都一个一个的 好 我们现在再跟可敏连线哦 来 好 可敏 六回来了 好 一波三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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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敏除了这个啊 这个纳吉的这个技职哦 最近也是非常轰动的 也是从The H财经时报的这个简报哦 就是说我们 他这个简报呢 就放出来 有超过19名的这个国门议员呢 就出任了这个GLC的这个 的这个啊 director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啊 总裁哦 那关于这一点 可敏觉得 应不应该这样子做 因为当然有的评论会说 当初西蒙也是同样委任国会议员 成为这个 GLC的这个总裁 那对于这样子的这个说法 可敏觉得啊 首先我必须澄清的就是西蒙时代 并没有委任任何国会议员去出任呢 GLC Government Link Company的这一个主席啊 有位受委任的是法定机构 Badan Berkanun Statutory Body 所以呢啊 法定机构跟关联公司是两啊 完全是啊 两马子式 大家不要混响和被误导啊 啊法定机构比如说啊 proprietary government thanaran 我觉得那个啊 这个马 或者是再生能源机构等等 这些由立法议员去担任 那个是无可厚非 尤其是有法律背景的立法议员 因为那个是法定机构 那么我们回到说GLC 就是政府关联公司 什么是政府关联公司呢 就比如说Maybank CIMB Bank The Naga National Burkhard 这些都是对整个国家发展 经济发展举足轻皱的大企业 我个人的立场是 走始至终一路走来 始终如意的就是认为 这些机构必须由专才去领导 因为它的一举一动 会影响到 会让很多人的饭碗跳舞 甚至于让大家在刀剑下过生活 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说The Naga National Burkhard 它是全国的唯一的发电机构 如果一有什么三长两短 影响可以说是无远夺见 我觉得 所以要委任 它一定要符合这八个字 也就是险闲余能 及效为先 那么如今我们看到 国门政府后门上台不到两个月 就短短的不到两个月 已经委任了19个国会议员 去出任这个GLCE的主席 其实这是完全违背了 险闲余能的原则 我打个比方就说国家基建公司 Pasarana Burkhard 这间公司非常重要 因为为什么 它是完全负责整个地铁 这个地下铁工 这个子弹快车啊 等等大型基建工程的 重大的这个公司 可是却委任了一个 曾经被巫统判 涉及贪污和这个金钱政治的 Pasarana去国会议员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大注定去出任 这个Pasarana 国家基建公司的主席 其实这种做法呢 很明显 这个是此地无影三百两 体现了呢 这个首相慕尤丁 非常当心 他本身没有在国会获得多数 所以才要用这些官制去收买人心 其实这种是一种民主的悲哀 当国家的这一个官制呢 别国库通党库 党库通体库 这个是过去我们时常说的 这样的情况 其实是对国家非常的不利 因为如果不要忘记 GLC 占了我们金融波股票市场的 非常大的这个比重 如果这些公司呢 到时候因为管理不当 不要忘记啊 一对管理不当 谋受亏损 买单的又是无辜的平民百姓 甚至于国家要去负债 去拯救 去build up这些公司 你大家想想 这些大型的公司 比如马来亚银行 Maybank CIMB Bank 一旦这些银行倒闭 不只是国家谋受亏损 把钱存在这个银行的平民百姓 那时候真的是不见观察 也不流泪 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 所以要委任GLC 首先你必须看 它一定要符合显贤余能的这一个条件 所以我希望呢 这个国门政府能够咸牙乐 这样子的做法 目前这样的做法 实在是违背了GLC 过去成立呢 来带动国家经济发展 GLC就是国家经济发展的这个引擎和火车头 如果出现差错 它将会影响了千千万万的百姓的生活 甚至于会导致许多平民百姓家破人亡 这个必须借之 胜之 好的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课题打住 我们再回到明天的这个518国会 最近呢 这个我们西门特议员呢 前部长杨美英也是有说过 就要求这个科技部长凯里说 应该推动这个线上国会召开 这个 而我们也看到呢 在国外呢 很多的这个线上国会呢 也曾经召开了 这个是World Economic Forum这个报导 Coronavirus Britain's Parliament Goes Online 当然这个建议一提出了以后呢 凯里呢 他就说 这个线上国会会议呢 必须要修改议会常规 而我们的新门议员也反驳呢 其实是没有这个必要 那从立法角度 或者是议会常规角度来说 可美认为 需不需要修改这个议会常规 来做这个线上国会呢 我觉得线上国会符合时代的需求 也符合卫生部所说的新常态 然后这个New Normal来说呢 这是绝对这个探讨和应该去进行的 我们看到在这个英国 加拿大 澳洲 意大利 我没有记错的话了 这四个国家呢 都已经进行了这个线上国会 那么你说要修改这个议会常规 这个其实是 只要朝野双方同意 是可以在呢 三几天的情况下就可以完成了 我觉得并不是很复杂的这个 好的 现在线路也是有点问题 其实刚才可敏其实是说 这假如要修改这个议会常规是非常简单这个程序 就是说假如国门政府是有心要修改议会常规的话 明天他们就提出一个动议 那让所有全体国会员表决 而这个是跨政党的这个动议哦 我相信全体的222名国会员都会赞成支持我们召开这个线上国会 那可能呢我们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的国会呢 我们就能够重新在线上召开 但是国门政府呢 虽然手握大权哦 但是他们没有意愿呢 要推动这个线上国会 而我们也知道哦 这个背后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就是基本上 他们可能是对于他们在国会掌握的这个多数呢 没有这个足够的信心 或者是不舒服 not comfortable 因为刚才可敏也说了 我们整个这个议会的排阵呢 座位的这个排阵呢 西蒙暂时排的座位呢 是109哦 这个国门排的这个议会呢 是114 所以票数非常相近 好的 刚刚是说到这个什么 线上国会要修改议会常规 对对对 线上国会的召开呢 是符合这个新常态的需求 那么其他许多发达国家呢 都已经去落实 那么尤其是马来西亚其实也都在发展这个4G 5G网络等等 所以呢 将来呢 主办这个线上 举行线上国会 绝对是一个可以 而且是必须采取的行动 我们打个比方 万一不要说 好像现在这样子 是全民抗议吗 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么如果没有线上国会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今天马来西亚发生战争 是不是说国会就永远不用召开呢 是不是说 所以如果有线上国会 即使国家进入战争 必须通过一些紧急的这个法令 紧急的这个预算 让我们的军队可以呢 用这笔钱去捍卫国土等等 所以呢 线上国会是其中一个新的趋势 绝对值得探讨 也是一种这个新常态 那么如果我们可以有zoom的会议 可以有skype 现在这一些视频会议的软件 都相当的普及化 所以我觉得说 马来西亚的国会呢 绝对应该去落实 而我今天看到了 其中一个新闻报道说 其实要落实线上国会 这个英文的新报报道 大概需要耗资200万元来推行 其实如果经过公开招标 我相信是不需要花这么多钱 只需要一套很好的软件 然后再联系一下 这个应该是绝对行得通的 其中一个做法 尤其是应变 作为这个后备计划 这个plan b 所以我就觉得说 应该值得探讨 能够去进行 其他的一些 最关键就是 不是不能 乃不为也 对啊 因为现场国会呢 基本上我们现在都已经在做国会直播 所以拍摄器材呢 基本上都已经有了 那基本上欠缺的 可能就是这个上网网络的设备 能不能够符合这个速度连接 所以我们相信呢这些全部都都是他们的借口哦 好的那可敏 除此之外哦 明天518国会哦 假如 假如这个国门政府明天呢 在不符合这个章程以下 那我们明天章程是 元首遇辞以后呢 我们就宣布修会 假如明天你会不会预料有什么突发状况出现呢 就比如说比如说霹雳州议会或者是马六甲州议会出现了 我根据我所了解的就是从朝野双方之间的内幕消息呢 就是基本上明天的国会应该是风平浪静 无风无浪 关键就是在于说朝野之间的博弈呢 大家都不想得罪最高元首 也不要陷入呢 这个负面的评论 而且当然然后你从这个国门政府的角度呢 他们肯定呢当他制定一小时国会 他就是一心一意希望呢 风平浪静 没有任何的波动 最好是波澜如今 那么站在呢 站现在目前在野的西蒙 西蒙本身呢也要 希望能够迎娶民心 所以也不希望国会呢 明天尤其是这个目前全民抗议的时期啊 国会呢突然间 变成这个政治决斗的这个平台 但是我反而觉得说明天应该是风平浪静 但是俗话说好戏在后头 应该呢重头戏是在七月付会的下一期的这个国会 那那个时候呢 我就不敢写保单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个期必须当然 因为分分钟都有变数 国门政府是否能够撑到七月 我相信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么其中内部将来会不会重新洗牌 也没有人可以写保单 所以大家还是回到那四个字 拭目以待 好的 那可民我们看一下这个网上的这个投票成绩 518国会只开一小时 你认为合理吗 我们总共投票的这个朋友有1791人 只有57个网友的投票说合理 只有3%其他97%的网友都认为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民意呢 是觉得一小时的这个国会呢是非常不合理 就算在这个有条件的管制行动期间呢 大家都认为应该假如我们的这个 有一些这个生意呢已经开始可以营业了以后呢 没有理由我们这个国会呢 不可以召开更加久一点的我们商讨 更加多一些这个国家大事 好的可民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差不多 那节目尾声呢有没有什么要总结的吗 明知所欲藏在我心 我始终觉得说民主制度 它不会一个健全的民主 绝对不会从天而降 它需要呢上一代到下一代 国民呢一步一脚印的去守护它 爱护它 然后好好地去推动这个民主改革 而马来西亚的这个民主发展呢 经过了62年 我们曾经写下一个写历史创奇记 就是在509的时候呢 两年前呢 在不流血的情况之下 马来西亚历史上第一次啊第一次落实了政党轮替和改朝换代 这个是民主之其中一个非常宝贵的 使到呢政府呢要懂得去尊敬和敬畏人民 这一点很重要 那么但是我们看到呢 目前的这种情况的确让很多人非常的伤心失望 我还有很多朋友说呢如果再不改变他要移民等等 我在这边呢通过我们这一个 全民抗议双鸣直播的节目 语重心长的告诉大家 实在活种不灭 只有不放只要不放弃 希望永远会在 一旦你放弃呢 这就落入了他这些有心人的陷阱 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告诉我 哎呀下一届不要去投票 如果你不去投票 你就刚刚好呢掉入了这些人的陷阱 那就希望你不要去投票 那么他们就可以呢 我这个后门夺权 然后为所欲为 这个对整个国家的健全 下一代的服务 这个都是很严重的这个打击 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的尾声的时候 告诉大家 民主是要靠大家的力量 绝对不是靠张哲敏或者是尼可敏 我们两个呢只是大家的这一个公铺 人民的公铺 能够带进我们的力量 能够去带领整个民主和平的改革 但是最终呢还是要回到人民的身上 我再重强调我时常说的一句话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如果我们要看到这个政府好呢 我们就本身就的确要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改革 好的 网络好像还是有点问题 好的 那我们就暂时先预祝明天的这个国会顺利举行 然后518国会呢 就如刚刚可敏说的 希望不会发生任何重大事件 然后我们再期待我们下一次的这个国会召开 就是在7月 那个才是重头戏 到底会不会有这个不信任动议呢 或者是会不会 我们会不会突然间动议 策外议长呢 这一些都会留到7月份的这个国会召开 我们才知道 而现在最终呢 刚刚可敏说 希望各位网友 各位所有的这个全体马来西亚人民呢 我们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也不要 好我先跟可敏商量一下啊 让他先总结哦 好那最重要呢 刚刚可敏就说了 就像可敏刚才说的 最重要呢 是人民不放弃 我们也要寻找回当初2018年 我们好了 可敏已经在了 好可以好可以 好可以 由几句非常重要的话 我刚刚才想到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马来西亚目前的情况呢 似乎印证的这个 清朝一代名城曾国汉 曾国汉曾经说过 一帆经历良愿 在节目结束之前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一代名城曾国汉曾经说 社会大乱之前必有三种先兆 大家听好 第一,無論何事,均黑白不分,顛倒示威 這是第一個徵兆 第二個徵兆,善良的人越來越謙虛、客氣 無用之人越來越猖狂、無畏、無作、非為 第三,問題到了嚴重的程度之後 凡不合理的事皆被合理化 一切大勢大力,不公不義,均被默認,不痛不癢 莫名其妙義,虛應已凡 這是曾國潘曾經說社會大亂之前必有的三種先兆 那麼他講的話到底對不對呢? 曾國潘死後二十年,他講的現象 在三種現象全部出現 大清皇朝終於灰飛煙滅 所以馬來西亞會不會將來走上王國之路 我們看一看曾國潘的這一番話 是否這三種現象目前正在出現在我們的社會 就是第一,無論何事,均黑白不分,是非典當 善良的人越來越謙虛、客氣 所以我時常說物以上小不為,物以惡小而為之 有時候呢,好人去大的俱過 就是當壞人做盡壞事的時候 好人只會在那邊保持沉默 還以沉默刺盡自我迷離 那麼第三個問題到了非常嚴重的時候 不合理的都被合理化 後門走後門也被合理化 這個貪污的也被洗白白被淨化 所以曾國潘幾百年前說的一番話 今天放臉2020年的馬來西亞 還是值得我們一起去審思 一起去反思 國家是我們的 我們生於是長於是 我們只是希望通過雙米這波這波這個節目 能夠讓大家 激發大家的愛國情操 對馬來西亞絕對不放棄 始終保持著希望 希望大家明天會更好 祝大家健康平安 我們下一集節目再見 好的朋友 就以這幾句話 我們就結束今天我們的直播 記住馬來西亞 只要我們馬來西亞人民不放棄 整個我們的國家肯定是會有希望 而節目的最尾聲呢 我們就要播出這一首 我們希望聯盟兩年前的競選的主題曲 Bina Harappa Malaysia 由Vitamin M呈現給大家的 大家要記得 從然我們兩年前2018年 成功在馬來西亞歷史上第一次 和平的改朝換代政權移交的這個希望 跟這個精神 好的各位朋友 我們下一期第七集我們再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晚安 謝謝 發展示 私會發展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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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dia lawan demi negara biak negara bakan yang salah ini saat nak terubah suara rakyat tengah berani perjuangan hibu petiwi harapan rakyat cari amanat kuasa di tangan rakyat sambalah peluang di tempat mata kemenangan milik kita perumahan bergula disini untung Malaysia baru demi keadilan demi demokrasi mengkalas amat nah marilah bersatu tindak harapan Malaysia masa depan kita tentukan bersama tindak harapan Malaysia masa depan kita tentukan bersama kita tentukan bersama lawan tetap lawan semarah kekuatan pakatan harapan kita akan tawar kita akan tawar kita penyak pengarisan tindak harapan Malaysia masa depan kita tentukan bersama masa depan kita tentukan bersama tindak harapan Malaysia masa depan kita tentukan bersama masa depan kita tentukan bersama tindak harapan Malaysia kita tentukan bersama kita tentukan bersama kita tentukan bersama